本地市场最近盛传关联公司多元资源工业 可能将脱售旗下亏损累累的国产车普通公司100%股权 目前至少7家外资公司有意接手 消息一传出多元资源工业股价今天应胜上涨 截至下午5点闭市时 股价从原本的每股1令吉11先上升到每股1令吉16先 财经周刊The Edge引述消息指出 多元资源工业已经向大股东建议完全脱售普腾 这笔交易预料将在2017年第一季度完成 这项消息刺激多元资源工业股市以后 这家产业出面否认要脱售普腾的新闻 但他们表明正在寻找协助普腾扭转劣势的伙伴 作为政府批准的15亿贷款一部分的要求内容中 普腾目前在征求企划书中 寻找一个能够提供普腾策略营运和文化融合的伙伴 并想要扩大汽车市场业务